哈利路亚伯众的掌声归给神 我们要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 在二三七时代恢复万名圣徒吧 非常感谢这如此恩典的赞美 我们活在这世上如果有理由的话 就是哪怕只活一天 也要以基督的门徒而活 而且又树立这样的门徒 这祝福的应允 愿领导在座的所有各位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下一周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进入本堂去献礼拜 各位这之间礼拜的时间当中 有很多的不便 虽然不方便 但是也参加礼拜 享受了神的恩典做工 非常感谢各位 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繁琐 然后领受了恩典 其实每次在献礼拜的时候 我真的有很多抱歉的部分 就是因为礼拜的时候 一部礼拜的话让我总是觉得很着急 然后因为二部礼拜 很多的人已经在外面去等着了 有很多连长的人这样在等的 所以我就想着快点一部礼拜要快点结束 所以常常想要这样结束 但是也没有办法能够按照我的想法结束 所以常常觉得很抱歉很对不起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进入本堂礼拜的话 就没有这样的必要对吧 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礼拜 能够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去享受神祭的祝福 现在 也有人进入我们的小礼拜堂一起做礼拜 还有很多的圣徒没有办法进入小礼拜堂 在各个机关部门 其实就是通过非会面的程度在享受着线上的礼拜 真的愿 所有参加 非会面这种礼拜的圣徒领导神更大的恩典 愿今天也成为真正大的应允 愿这时间能够成为宝座化的祝福 临到我的时间 跟主的民族愿各位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为了 这时代的门徒 是为了一个时代的门徒 这世上的问题 就是因为创世纪三章的问题 结果离开神 被黑暗所 夹着 只能去地狱 这就是这个世上的问题 但是去地狱之前 已经在这世上过的人生 就是如同 地狱般的生活 对于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离开神有了一切的问题 而这问题 拿着别的其他部分 绝对不可以解决 唯独 福音才能够解决 我们拿着别的没有办法能够遇到神 离开神 我们的人生完全被黑暗所掌控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道路没有别的道路 所以神向我们 允许了福音的基督 我们努力的生活又能够解决吗 不是的 我们正直善良的活着 我们人生的问题 也不能够得到解决 唯有福音 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 唯有福音 才是我们人生属灵问题 真正的医治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属灵的问题 当正确知道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胜利 享受 这样珍贵的祝福 如果真的正确知道福音的话 神 会对各位的一切负责 真的知道福音的话 我们的家庭 家门 我们的产业 神会全权负责 那么如此看来 这世上真正需要的就是福音 那么 进一步的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 这世上需要 讲福音的门徒 因为没有讲福音的门徒 所以人生不断的在问题当中 过着前行 教会有很多 但是呢 说福音的门徒 在现场却没有 圣经 当中告诉我们的不是说 传道 而是说让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耶稣在加略山 对我们的人生 所有问题 他全部都解决 而且 而且这位主 对门徒 就是马太福音 28章18到20节说 去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按照所说的 耶稣 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 也 留下了12名门徒 留下了70人门徒 而且 而且得到一个时代 祝福享受罗马福音化的保罗 他也是具体的 树立了 四世门徒 享受了罗马福音化的祝福 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当兴起门徒的时候 每个时代 都得到了 活过来的珍贵祝福 所以各位 真的愿你们能够成为门徒 你们成为门徒 又能够留下门徒 愿成为这样珍贵的人生 就像我们非常清楚的撒末 有这样一个门徒树立 所以这个时代被救活 撒末尔在世的时候 战事平息 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战争 是属灵的 精神性的 属肉身的 所有的一切都 全部会 毁坏废 这就是战争 但是因为一个知道正确福音的撒末 当代战事平息 就是 战争的灾殃得到解决的意思 不是需要很多的人 一个门徒 也能够救活我们的地区 能够救活237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有一个门徒 神是全能的神 通过这一个人 可以改变所有救活所有的现场 作为主的仆人 如果有最珍贵的祝福 就是与门徒的见面 且留下门徒 所以作为圣徒的各位 你们 要享受的最珍贵的属灵祝福 就是 你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成为门徒 通过你们 在现场能够树立门徒 我去宣教现场的时候 听 宣教士他们的事工 见证 我心里面 有神所赐给的一个感触 就是 目前为止 我的事工全部都错了呀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又想 我余生所有的一切 如果有一个方向的话 那就是 我自己真的要成为门徒 要成为留下门徒的 幕会 通过宣教士 所讲的宣教士工的时候 在他讲的这些内容 我就想着将来 就是什么那样的意思呢 虽然在他们面前 我没有留下眼泪 但是 内心却留下很多的泪水 原来我真的 徒劳一生啊 真的 用我的人生 余生能够 成为神真正的门徒 然后去留下神的门徒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上一周 周三的时候 有一个人跟我来电话说 礼拜之前 希望 我能够空出一些时间 跟他见面 我说可以 然后他就过来找我 然后我的时候没有说别的内容 就是说 他遇到了一个人 然后能够树立成为神的门徒 他非常的开心 他在工作岗位当中遇到一个 这样的人 然后 就是为这个人开始在祷告 不断的去传达 这些 信息的资料 没有跟他说啊你要来教会 只是传达了一些资料而已 然后拿着这些资料的这些人 他说什么呢 我没有办法去教会 然后所以我们教会的圣徒跟他说 不是让你去教会 你要看这些资料就可以了 所以不断的跟他传达资料 他不能来教会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结婚的时候跟丈夫有两个约定 其中一个就是说自己绝对 以后不会去教会也不会有信仰生活 就是因为跟丈夫结婚的时候要守的这个约定嘛 但是他在不断的看这些资料听话语的时候 然后有了神的恩典也是神赐给他的当然 然后他就想 有一天我真的 要去教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想要说有个 见面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话 说他就跟丈夫已经说了我要去教会 然后开始 慢慢的来教会然后不能在他听话语当中 然后 其实就是 实际神准备的门徒的话 他对于教会的 说东说习还有世上的这些所谓的言论 根本都不会因为这个动摇的 因为他唯独只会听得到神的话语 然后这个人不断的听话语有恩典的时候呢 他开始参加周三的礼拜慢慢的恢复礼拜 因为有恩典领导 所以他通过自己的产业就想 我怎么样能够通过这个成为教会的帮助呢 所以他讲了这样的内容就是说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也不需要做这些 我们教会不需要你做什么 这个不重要你只要得恩典在教会里面能活存活下来就行 所以就跟他讲了这样的部分 然后不断的在听话语的当中他有很大的恩典 就想啊我要为教会能做点什么呀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题目 我们在对话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对吧 就是发现他是儿听话语非常幸福的人呢 我们的信仰生活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 你们怎么认为呢 你们成为门徒 通过你们门徒又树立 在现场选所准备的门徒被树立 这个幸福 愿我和各位都能够享受 用主的名祝愿我们 其他的一切全部都只是序论 本论就是门徒 只有树立了门徒 这世上的黑暗才能够击溃 只有兴起门徒 才会有另外的门徒兴起 只有门徒活过来 人们才会被树立 当门徒能够活过来的时候不仅树立门徒 通过他们这世代 这时代和这未来都会被救活 真正的祝福 就是在门徒的祝福当中 愿哈纳教会所有的圣徒都能够进入这样的祝福当中 祝愿各位 首先本论第一点 救活时代门徒的基本是什么 那么救活一个时代的门徒 基本到底是什么呢 愿各位不要 不要成为一个只是初入教会的 圣徒 如果只是成为初入教会的 信徒的话 那么你们的信仰生活会有很多的问题 会因为这些问题受试探 面临矛盾 结果只会充满伤痕 所以 不要成为只是初入教会的信徒 而是作为门徒能够进行信仰生活 真的成为门徒的话 反而看问题的时候 就会持之因为神所赐给的应许 真的成为门徒的时候 看教会当中听到他们讲的这些 说东说西还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发现 我为这个事情要做什么 神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些声音 明白这些问题 然后能够在神面前 做挑战能够得到力量会做这样的祷告 在 在次的问题当中常常纠结 担心 受伤害 然后伤痕累累 是要这样的成为一个 信徒过人生 还是说 在所有的问题当中 反而 能够更加持着应许 以这问题成为踏板 享受神 人 需要赐的应允去向此挑战 你们到底要在哪样的位置上站立呢 真的要成为门徒 那么作为门徒的 基本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内容 首先 就是第1点要知道神话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门徒 第2个 就是 真的知道 老师的人这样的才是门徒 第3个就是 知道时间表的人才是门徒 那么首先 第1点知道神话语的人是门徒 今天本文内容也跟我们讲 31章2节 中间的部分说 耶和华也曾对我说 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 耶和华对我说的 3节的话语说 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能够听懂话语 持续话语的人才是门徒 那么话语的核心是什么呢 话语的核心 就是基督 福音 话语的核心不是讲别的 而是在讲基督 所以旧约圣经 给我们讲了要来的 弥赛亚 就是讲基督的内容 新约圣经讲的就是 他已经来的 这位弥赛亚 基督已经来了 所以 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当中 话语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 基督 福音 那么对于这基督福音 我们要去知道的首先呢就是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得救 没有别的名字 不可能是别的名字 唯独基督的名字 才让我们能够得救 救我们是什么呢 因为离开神在最诅咒灾阳当中 在撒旦的命运里面的我们的人生 能够从这里面脱离出来的就是救恩 这个不是我自己努力 拼命挣扎 能够把这撒旦地狱背景 离开神的问题脱离出来吗 不是的不能解决 所以神赐给我们基督 唯有这位基督才能够让我们被救赎 使徒行传斯大撒旦的话语说 天下人间并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的人生要得救才可以 再次说明 就是我们要遇到神 能够遇到神的唯一的道路 除了基督之外 没有别的路 而且得救的作为神的儿女的话 当然我们要领受神的引导 能够领受神的引导 把这个叫做应允 那么我们能够被神所引导的这个路 也是基督 而我自己 热心努力 挣扎就能够被引导 不是的 不是我的人格 我优秀才能够被神所引导 不是我谦虚 我非常 谦卑的活着就能够被引导 能够被引导能够得应允的这个道路也是基督 正确 知道福音的话 对于神的引导 神的应允 我们就能够去享受 结果就可以胜利 当你受神引导的时候 这就是真正的应允 结果 所有的人 就能够看到 你被神所引导 他没有办法不得不跟随了 所以我们看 就会一个时代的 他们都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引受了神的应允 得到神的引导 所以在这个时代都给了王答案 他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们常常听到讲到的内容说 得应允的约瑟 所以他的胸长没有办法不得不跟随他 所以我们因着基督之名得救 今天此时此刻我也能够被引导能够进入这引导的祝福当中 不是别的名字 唯有基督的名字 才让我们进入被引导的祝福之中 很多的圣徒 不知道基督的名字 他们不知道这得救的基督的名字是什么样的含义 所以 自己在努力 不要神的引导 所以面临极限 因为拼命挣扎 却没有 别的方法 使用了一切手段 结果只能去做更多的活动而已 正因如此 更加变为没有办法去 领受福音的 属灵状态了 因为面临 极限所以教会就去挣扎 然后所以教会就有这样那样的活动 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为什么知道吗 越做这样的活动 到后来却反而因为这些活动 把自己的属灵状态变为没有办法领受福音的状态 只是不知道而已 我们 真的因着基督之名得救被 基督之名去引导 享受这些祝福的时候随着门都会打开 而且得救 被引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做属灵的征战 为什么呢 因为凶恶的撒旦 作为我们的仇敌 他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不幸者 完全被撒旦所 掌控撒旦是他们的父 但是圣徒 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 也会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失败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捆绑壮士 就是这样的 如果不捆绑这个壮士的话 怎么才能够进入他的家里 盗取他的家财呢 我们的信仰生活首先应该是要兴起捆绑壮士 捆绑这个壮士也唯独基督才可以捆绑 这属灵的祝福全被因为没有办法享受 所以信仰生活却怎么样呢 凶恶的撒旦 没有办法 把得救的我们的灵魂怎么样 各位一定要清楚 因着基督一次得救的话 那么这个救恩基督直到最后会负责 你的灵魂没有办法被撒旦抢走 但是活着的撒旦 他却不断的来攻击你们的灵魂 在生活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得救了生活却 还成为撒旦的奴隶 然后成为撒旦的 俘虏 完全成为撒旦的一个附属国 过着人生 我们哪怕拥有再多的金钱 但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不击溃黑暗的话 我们却反而因为拥有的金钱变为奴隶成为 俘虏成为附属国 但是很多的门徒 却 让人真的出乎意料 他们虽然得救了 但是却没有办法享受击溃黑暗的权柄 结果过着什么样的人生呢 在这世上为世上跑腿 结果为撒旦去服务 只能被撒旦所追着跑 就是成为撒旦的奴隶 成为撒旦的俘虏 成为撒旦的附属国 就是过着这样的人生 我们要击溃黑暗的这些作为才行 但是能够击溃黑暗的作为本身也是基督之名才可以 所以还有神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 就是传道 这个传道 其实 也是唯独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兴起传道 我努力的生活 拥有很多 学识很高 然后道德性的 非常善良的活着 不是因为这个能够得救 也不是因为这个能够得引导 也不是因为这个能够击溃撒旦 传道 也不是这样才能够形成 唯独基督 绝对基准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 所以今天 我们也是要持定基督 圣经告诉我们说的 基督的福音核心 唯有这位基督让我们能够得救 唯有这位基督能够让我们被神所引导 在引导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 唯有基督才能够击溃黑暗 唯有基督才能够让我们兴起 传道的祝福 这福音的做工越知道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啊原来我在这里面 没有必要做其他的祷告 左右人生的祷告 就是真的 基督成为绝对基准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有左右人生的 祷告提摩 来到这一点 你们去祷告 来到这个部分 你们去传达给后代 真的各位不要对我们的后代 种植别的 因为福音 把神种植我们的 我们要去享受 我们要去传达 神给我们种植的是什么呢 就是 话语 救恩 能力 这一切的做工 是在眼睛看不见的 时候也在我们周边 不断的兴起着 这三维一体的神所兴起的 在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一切 就是宝座的祝福 在这祝福之中 我的过去 现在 未来 我们的过去 时代的过去 还有 时代的现在 未来 现场 教会能够被救活的 珍贵的三个 应允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耶稣只讲了这一点 我们只持续这一部分 享受这一部分 只要把这一部分传达给我们的后代 别的不可以传达的 但是真的基督觉得这个基准拥有的时候 我的人生就会有分明的祷告 应允 是无法动摇的这个祷告应允 就会享受393 中午传道学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内容 你们不要随便的听这个信息 然后393 能够24时 这叫集中 那么就会临到25神国的应允 在我和我的家庭 我的产业当中就会临到这样的祝福 而且不仅如此 结果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到237的祝福 就有永远的应允 所以393 24 25 永远 这一部分 这是在基督里面 已经赐给我们的 神已经在我们里面所种植的祝福 要享受这个祝福 要传达着祝福 而且这福音的 助攻 我们去确认的时候 越确认的时候 越发现 与话语更加的亲近 只有一话语不断的更加亲近的时候 通过这个话语才能改变我的想法 与我的习惯 通过话语 改变我的想法与习惯的时候 我的生活就会有能力彰显出来 但是话语不是随便就可以变得亲近的 真的 因为福音 绝对基准持人这一部分 我自己享受 我相信 那么这个时候 不知不觉 我就会与话语很亲近 结果我的想法就会改变 我的习惯也会改变 这就变为有能力的生活 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了 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祝福 但是却为什么还不改变呢 其实 想法习惯不能改变的理由不是别的 就是我的立场 我的想法 我的主张 不断的被这些所影响 分明 想法 习惯 都会被改变 享受这样的能力 但是却没有办法想着这样的 政府 愿此时此刻 真的你们的想法 你们的主张 你们的习惯 神是活着的 神是同在的对吧 那么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我们的想法 也不需要我们的立场 如果神没有活着的话 那么需要你的想法 需要你的主张了 但是神是活着的什么呀 真的 愿神的话语各位能够亲近 愿 亲近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习惯也都会改变 当这话越来与我亲近的时候 那我 现场 就会因着话语完全一致 把这个叫做顺从话语 不是我牵强的顺从话语 而是因为神的话语我亲近 结果这话语某一天 就与我和现场完全一致 那么自然而然我就没有办法不得不顺从 上一周我们也看了 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这话 却 你你圣进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 神的话语成就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去宣告神的话语呢 这话 与我很近 就在我的口里 在我心里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去宣告 我们就能够看到 神的成就 最重要的就是 真的拿着话语去祷告的时候 神就会做工 知道这事实的人叫做门徒 第二点 什么样的人是门徒呢 真的认识老师的人就是门徒 今天我们看本文当中 耶稣亚 他看到了 与摩西同在的神是谁 作为所有的圣徒 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要知道这些圣徒他们每一个人 到底真的是谁 特别我们的 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觉得 跟这些 连长的人没有办法相通 也有代沟 然后 所以 说我们的连长的人 是老油条 真的作为 还有我们 哈拿教会的圣徒 真的 他们是站在神话语面前的人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去看这些连长的一代 但是这些连长的一代 他们真的是选择 福音的人 是在神的话语面前 所有的众志者都在神的话语面前 他们都成为一体被神所引导的存在 所有的圣徒也是 在祷告当中 拿着237的 中心被神 一个一个的引导 上一次我也说过这样的内容 有一个人在别的教会有信仰生活 然后没有办法 不得不来我们的教会一起去参加礼拜 其实我们说换教会不是很荣誉的事情 因为一辈子在那样的教会里面生活了那么 在现场当中然后又去另外新的教会 新的一个氛围当中做信仰生活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虽然这样的情况下但是他还是 来到我们教会之后他说 他的余生真的应该在神面前怎么活着呢 有了 结断 就是什么呢哪怕知道我们教会被别人误为是异端他也来我们教会 然后跟我说这样的内容说牧师啊 然后我跟他说你想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立足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吧 他说没有关系 我们教会圣徒是这样的存在 我们的 教会很多的 种植者因为 年岁已高 他们 虽然退休 但他们却是一个一个在 福音面前有 决断选择福音的人 就像约束亚知道摩西是谁呀 你们要知道你们自己是谁 还有我们所有教会的圣徒 真的我们要知道这些种植他们到底是谁 看今天的话语当中说 约束亚 他也知道以色列是谁 为什么 知道神不得不带领以色列百姓 他也知道了出埃及的事实 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兴起的十个奇迹 为什么不得不兴起 他是知道这一切事实的约束亚呀 而且他也 知道旷野的生活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切事实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成为门徒 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 门徒是指导老师是谁的人 所以我们真的 哈纳教会随着圣徒 在福音当中成为完能喜一样的共同体 知道每一个人的祷告题目 能够互相沟通才可以 而且与主的仆人 能够 信息相通 我们说是知道老师的人对吧 但是信息能够相通 祷告题目能够相通 真的想法与心都能够相通 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门徒 要知道这一事实 不是随便的门徒 人与人的关系 现在越来越 很 艰难 因为时代又变成这样的一个时代 不管怎么样 谁也不值得信赖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 现在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断绝的一个状态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我们却 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个相通 不是说我们啊 我们要成为一体 我们要相通就能够相通能够成为一体 而是临着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相通就能够成为一体 真的愿我们哈纳教会所有的圣徒 因为福音成为完了死 这样的共同气 在神面前 能够被神所使用 进入神的 做工当中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我们的圣徒 我们的种植者 在二三七中心面前 都是被神所树立的 而且我们所有的圣徒 真的也 知道 主的仆人 信息 还有他们的祷告 相通能够拥有同样的 内幕契约 知道导师的人 就是我们能够沟通的人 那么第三点什么的人 他这门徒呢 就是门徒要拥有的基本 知道时间表的人 就是门徒 今天我们看本文二节的话语说 摩西一百二十岁 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 然后七节八节的内容 讲了约束亚 结果他成为指导者 继承摩西的事工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 这是约束亚个人的时间表 而且作为以色列整体 他们要征服迦南地 面临这样的时间表 我们的教会 会有神所赐给整体的时间表 能够看到这个事实的人 知道这个事实的人 就是门徒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 我们要很努力去挣钱 我们有要去挣钱的时间表 有通过产业去挣钱的这样的时间表 又有 有进入话语里面的时间表 还有 要进入集中训练的时间表 其实某一方面来说的话 对于我自己而言 能够进入神话语 集中训练 去期待话语 等待话语 我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无法遗忘那样的瞬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间 而且我们个人也好 教会也好都有各样的时间表 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 有神向着主的仆人的时间表 你们要打开这样的眼目 这是正确的门徒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眼目 我们的英语 神赐给我们教会的时间表是什么的时间表呢 现在看着我们教会广播体系的交换 这个工程的时候就想 神真的赐给了我们教会非常正确的时间表 现在是新冠肺炎的时代 是非会面的时代 但是只有非会面 才能够 救过237个国家才能够走向237个国家 我看着这非会面的时代 然后看着我们教会广播体系 这样的一个交替 神在最正确的时间表当中 引导了我们的教会呀 如果传道学的时候也跟他讲过这个内容 从不我们教会 向着宣教现场 不断的开启了 马可罗的 宣告 是打着前锋啊 当然 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圣徒都可以看到这一部分 在237这样的时代 我们在通过广播体系的交换 神 让我们的哈纳教会成为先锋 打着前锋往前走 这是神对我们教会的引导 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这一部分 但是我去看到这一事实的时候 想着我们教会的这些 新的体系 然后我们也有了很多 职员的 招募 以前的时候 最后 作为影响这一部分 从来没想过会招这么样的 员工 然后 因为 我们要做这样的媒体事工所以 不断的在这个软盘当中要去训练这些软盘子 让他们一起在教会当中成为 职员去一起被使用 现在跟大家只举一个例子 我们教会现在所做的影像你们怎么看这些影像呢 我们主日的 广告内容是现在通过影像跟大家做的广播 这里面可以非常简单的整理出来 先讲了 一周的引导 我们被领受的这个信息 然后拿着这个做的铺垫 然后有教会的消息 还有本部的消息 还有宣教现场 然后在 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整理出影像 然后给大家做的广播 跟别的教会我们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们能够看到这一点 我们在大丘这个保守地区 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教会对吧 但是 看到教会内部的这些改变 虽然我们很安静 但是却 非常快速的在改变着 你们是怎么看这一部分呢 这是神向着我们的教会 拿着时间表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先锋被使用 你们有看到这一点 还有我们教会做影像的这些小制作组 他们实际上 也还有负责本部237国家 广告的这些内容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全世界现在因为这些影像的时候他们真的都是 喧闹沸腾了不是随便做的这些 影像而是我们教会为这些事工在服务着 像这237现在这些 做 施工的他们青年真的都封掉的程度了 别的团体都没有办法去做 但是我们教会这一个教会却为了237国家在做了这样的影像广告 能够做这些施工也是神 赐给我们教会在这样的新冠肺炎的时代 新冠肺炎非会面的时代 让我们成为主导的先锋教会 这是神的时间表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我们 要向该挑战的部分去挑战才可以 这就是神所心愿的计划呀 能看到这一事实 我们才 能够 看到这一事实的每个人 每个人家庭 他的产业 必须会祝福他们 负责他们的 真的 门徒要拥有的基本是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时间表 能够看到时间表的人 真的非常抱歉 不是让你们对主的仆人做得好 你们还有一个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教会的时间表 还有神所树立的教会的这个仆人要知道这个仆人的时间表是什么 就是牧师是 正道的人 这个传达信息的是这个教会要去传达的信息 所以神所树立的这个仆人 你对于这个仆人的时间表 神是怎么样在映着这个仆人 是在怎么样做这个事 你们要有正确的眼光的看到这一点才可以 为了一个 为了一个时代 要成为门徒 你们要具体的明白什么 知道话语 知道老师 知道时间表的人 愿哈纳教会 对着祝福的英语 能够被引导 享受神词的祝福 祝愿各位 本论第二点 门徒要做的准备 我们看本文16节18节 有这样的话语 就是门徒要做的准备是什么呢 首先 要知道外邦人的属灵问题是什么 加南帝已经有31族七王在那里打造了 严重的属灵问题 但是这外邦人 如果他对他们拥有的这属灵问题 你们不知道的话 你们就会被同化 同样会受这些属灵问题的影响 而且会在这里面成为奴隶 所以各位分明要明白 为什么这社会越来越艰难呢 人面临的这些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奴隶政治 艰难挣扎的生活着 却还是 不断的面临诅咒 灾殃呢 为什么 兴起这属灵的问题 你们只要知道这一点 要准备答案 这是门徒 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准备 你们稍稍的准备这答案的话 那么神就会加钱给你们需要答案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 因为四次工业革命 现在只是个开始而已 将来会面临什么 时代我们无法想象 但是分明的一点 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属灵问题跌倒的 那么因为这些属灵问题 我们 我们要享受能够给答案的珍贵祝福的话 现在应该做准备 我们的后代应该要做这样的准备才可以 所以我们树立了哈纳教会的RPC 拥有这答案的时候 对于需要答案的这些人 神就会不断的一个个的加钱给你们 需要这答案的哪怕是在最高位置上的话 这个人也会 加钱给你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简单能够说吧 这个叫做传当 所以重要的就是 门徒要做的准备是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这世上发生的属灵问题是什么 首先成为拥有答案的人去做准备 第2个 门徒要做的准备是什么呢 应该要应对灾阳与患难的时代 17节18节内容说 将来必定会发生灾阳与患难 应对灾阳与患难的时代才可以 那么对于这 应对灾阳与患难时代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的后代 新 时代 对于将来要来的灾阳时代 患难时代 能够去应对 对于所有的未来要发生的诅咒灾阳能够去解决的答案 就是 所以今天本文的话 虽然我们没有读 但是我们看一下生命31章19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现在你要写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传给他们 使这个 见证他们的 不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说让我们要写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的后代 应对灾阳与患难的答案 只有 所以要教导我们的子孙 怎么样教导呢 写一篇歌去教导他们 写一篇歌教导他们什么样的意思啊 是让他们完全能够理解的程度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歌词的话就没有办法去 好好的唱这个歌是什么呀对吧 真的完全能够理解的程度就是说 能够完全在福音里面扎下根基去教导他们 所以写一篇歌要去教导你的子女 只有子女才能够在未来的时代能够成为答案能够阻难灾阳 对我们的后代我们的 新时代要让他们成为歌的程度 小的时候能够记住的这些歌哪怕是年纪很大了也会能够随便的哼出来 对吧 就是这样的程度在心里面有深深的理解与根基 去宣教现场的时候 有两个特征可以看到这样的部分 有的宣教现场 他们就是唱本部里面 出来的赞美只是改 他们的歌词然后去不断的一起去送唱 在宣场做宣教运动 然后做 自己的 宣教内容虽然做了马可劳 但是 他们还唱的 以前的赞美的时候 完全方向都不一样 拿着我们团体的这些 赞美然后去宣教现场一起去唱这些赞美的时候发现 他们真的能够正确领受英语 然后 然后兴起门徒然后正确的被这些宣教所 带领 所以赞美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的赞美其实这些年长的人跟着唱的时候非常难对吧 因为我们的曲调很难 但是这 赞美里面是有信息在里面的 因为成为歌要一样刻意 所以将来没有办法不得不兴起神的心愿做工 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应对未来所发生的灾阳与患难 能够阻难这一切的答案 就是 哪怕是写一篇歌要教导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人本词是答案 人本词是 道路 享受一个时代 在罗马福音画的保罗 我们可以看 圣经使徒行传 17章1节 18章 4节 19章8节 他是进入了会堂当中 在保罗的 事工当中 医治 只是个过程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会堂 那这会堂是什么呢 就是向着新时代 所以 神把一切都加添给了保罗 我们的教会 真的为了后代能够去祷告 这不是普通的事情 为了新时代的 新教师去祷告 这不是普通的事情 我们现在 本堂的准备 也是为了237 与新时代的准备 我们只是这样 过了信仰生活 过人生的话 没有必要花几十亿的寒币 去准备 去装修 对吧 但是为237时代为了我们的后代 他们要生活在 2030年2080年 这样的时代 成为这样的主角 为了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新时代 所以我们要去改变 为了这个能够去 做事的话 我们应该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全部 卸上 因为只有新时代 与后代能够阻拦 将来的在秧 愿各位真的能够把这个怀抱在你们祷告之中 能够怀抱在你们的 心里面 那么门徒还要有个做的准备是什么呢 外邦人陷入属灵的问题当中 现在眼前 就有 灾阳于患难 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是 以色列百姓 他们陷入属灵的无知之中 他们在属灵的无知之中 福音就是一切 就算什么都没有 只有福音的话也能够救活所有的一切 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丢失福音 他们陷入属灵的无知之中 当你们真的知道福音的时候会发现 这世上的严重问题就是偶像的问题 什么的门什么的人是门徒呢 直到偶像直到这些严重问题能够去传达答案的人就是门徒 但是 以色列百姓却陷入属灵的无知之中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信徒 他们完全不相信属灵的事实 完全陷入属灵的无知当中 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眼前能看到 外邦人的属灵问题 然后也知道 能够看到眼前发生的灾难与患难 又陷入属灵的无知之中能够救活他们 是什么呢 但是主要救活的这些人却陷入属灵的无知当中 所以愿我们真的能够恢复真的祝福就是能够从属灵的无知当中恢复出来能够脱离出来 神让我们能够救活这善一切 因为善了一切不能救活这世上 所以拿着世上世界没有办法救出世上的时候 神给我们宝座的祝福 拿着宝座祝福的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恢复这个身份 所有的脚步当中应着宝座的祝福 能够兴起超越时空的作用 您的这个祝福能够与二三七相连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祝福 这是作为门徒要去准备的部分 我们要准备能够给属灵答案的 属灵准备 在灾殃与患难当中我们要准备能够救活的人们此与后代 作为属神的人 因为陷入属灵的无知 不知属灵的事实 所以拿着属灵的事实 要拥有去准备救活世上的部分 这就是真正的门徒 我们要做话语的总结 结论 以前你怎么样的过人生没有关系 但是重要的就是 今天 你们要在神面前怎么样活着呢 今天与未来相连 今天我持定重要的部分的时候 那么去之前就已经有应允了 而且未来与今天也相连 那么今天我到底要持定什么呢 拿着未来 我们今天 真的 要如同约瑟一样 与从大卫一样 如同保罗一样 要找到 人们 门徒 为此而要去祷告 这是为了未来的准备 约瑟 他其实面临任何的问题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 约瑟已经拥有了宝座的祝福 所以反而一切全部都成为英语 去当奴隶也好 去牢房也好 全部都是英语 成为总理也是英语 一切都是英语 为什么呢 因为约瑟已经享受了宝座的祝福 作为我们的后代他们要知道 宝座的祝福 大卫也一样 大卫面前有很多的困难与患难 要被树立为王 被犹高 但是发生了 所有问题 但是却 看大卫所写的诗篇都是 所有都是在患难当中所写的诗篇 哪怕是这样的困难 但是大卫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已经享受了宝座的祝福 保罗也一样 在 行走罗马的旅程当中有多少的风浪 问题 但是保罗已经知道这一切 所以保罗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拥有宝座的祝福 所以《十度行传》 十九章八节 他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 三个月之久 讲述了神国的事 他讲述了宝座的祝福 贝利比书三章当中 他说 不是为了地上 而是为了上面的呼召而前行 贝利比书三章 二十节说 我们的圣明圈不是罗马圣明圈 是天上的 圣明圈是天上宝座的祝福 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新时代 在为了准备未来的事情上 拿着拥有 宝座的祝福 要被树里为此而祷告 我们为此去献身 在这个时候我们献上忠心的时候 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这是为了一个时代 去树里门徒的事情 愿着祝福 领导我们每一个人 祝愿各位 神呢 为了一个时代 我们要准备的是什么呢 要要拥有的基本是什么呢 我们持经着这样的话语 愿持经着话语 真的我自己成为门徒 遇到我所有的人 都能够 被树里成为门徒 哪怕是真的活一天 我们也要以基督的门徒而活着 愿哈那教会所有的圣徒 被神所做工 不活着的主耶稣基督之名 感恩祷告阿们 现在解决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无法言语的大爱圣灵的做工 作为为了一个时代的门徒 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时间表 在神的计划当中能够愿意去挑战的 主的仆人 请站在他们头上 他的家庭产业与子女 还有所有的地教会 宣教地 与线上做礼拜的一切现场 与我们教会之上 从今世上永远常常 统在 阿们 而然华